欢迎到书名大头家 先前民进党为了阻挡在一党 修选拔法不止上演了全武行 而且其他委员会干脆 通通都不开会了 都跑到内政委员会去筑权了 好了后来黄杰不是还被发现呢 他带人去撬开会议室的大门吗 现在蓝营就干脆 直接撤回过去他们自己所提的 要提高罢免门槛版本的法案 干脆全部大家一起去支持 吴秉睿委员先前所提的版本 好了所以未来罢免的联署 就必须要付上身份证的赢本了 而今天在立法院也成功的禁赴二读 好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绿营当然就跳脚了 吴思瑶怎么说呢 他说吴秉睿已经表达要撤案的立场了 国民党现在要求要付身份证 正反面的赢本完全是恶意 在栽赃吴秉睿 但是这个是过去的记题的不是吗 好了那柯建民委员怎么说呢 他说国民党提案要求 要联署付身份证 就是要让你无法罢免 国民党以后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建设在台湾民主的心脏 问题是正负总统罢免 联署为什么要付身份证呢 不就也是已经要付身份证吗 那台湾民主的心脏 不是早就已经中箭了吗 好了那网友就说 其实很多地方都需要交身份证 如果付身份证 就等于没收人民的权利的话 那事情大调了 我如果要去开户买个股票基金 买一张台积电 我要付身份证的银本 我要办信用卡 也要付身份证的银本 而且我到银行去开户 我办个手机门号 还要付双证件 那是双重地剥夺了我的权利吗 所以政府是带头在剥去 百姓的权益 这样的解释真的说得通吗 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罢免联署要看身份证 避免的是造假 现行政府总统的罢免联署 本来就是如此嘛 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 我们是民主早就已经中箭了吗 难道绿营的罢粮联署 他们通通都是拿名单来抄的 万一要验身份证就破功了吗 不然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兵德怎么看 其实从头到尾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为了这个东西 已经发动了好几次假动 然后去抗争 然后把其他委员会全部瘫痪 就是全部挤蛋 内政委员会来搞 搞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国民党一开始就已经 把他们原来要提高的版本 已经撤掉了 他要推的就是吴炳锐的这个版本 那当然吴炳锐是撤掉没有错 但是这污蔑他什么 这就是他提的版本啊 那到底污蔑他什么东西 我也觉得很奇怪 而且我觉得 吴炳锐提的版本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错啊 因为付身份证资资本 有什么好奇怪的 验名身份 不然奇怪 连肃不需要验名身份的吗 不需要验名身份 那干嘛要连肃呢 就直接说我要罢免就罢免就好了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就只要有人提案就直接罢免 这样是不是最快 我不懂他到底在抗争什么东西 然后 然后我一直觉得其实连肃应该是要加上罢则 因为有太多人在乱搞 你看就以这次基隆的霸凉行动来说 他第一阶段其实本来根本不会过了 因为第一阶段就出现一大堆那种笔迹相同啊 乱抄啊 资料错误啊 后来是中选会直接介入 所以才硬让第一阶段过了 现在第二阶段又出问题了 一大堆问题 然后呢 李信勇居然突然之间现身去慰绕 基隆 基隆中选会 基隆选委会 请问一下你来干嘛了 你是来施压了吗 你为什么在这种敏感时期 要跑到基隆选委会去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是要告诉大家说 还是要让这个连肃过关吗 老实讲 如果大家都规规矩矩的去连肃 都附上身份能够验明身份 我觉得这就是人民意志的展现 那当然要罢名就去罢名 要丞案就丞案 这些都OK的 但是你今天 民进党好像在争取一个东西 就是有乱写连肃输了自由 你在告诉我这件事啊 就跟民进党一直在挡 这个国会调查权啊 这些东西 然后藐视国会罪啊 民进党好像一直在争取 官员有胡说八道的自由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不懂 他到底在抗争什么东西 那如果柯建民说 你这样就等于是 不让人家罢免的话 那我建议这样好了 我们不要去修这个 一般的罢名法 我们修政府总统罢免法 我们把它改松 以后只要有人提案 我们就可以直接罢免政府总统 这样好了 这样绝对赋予人民无限的自由 随时随地都可以罢免政府总统 柯建民你要不要 你不要的话 你就是剥夺人民 罢免总统副总统的权利 不是吗 我完全按照你的逻辑来讲 那你肯定又不要 就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你只想保护自己 老实讲啊 如果今天是马英九在当总统 我这样讲他 马英九就这样干 就这样子而已啊 就是只是在维护民进党的利益而已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 我个人认为 罢免这种东西 本来就应该要有相当的规范 至少要核实基本的身份 而且这些乱写的人 老实讲我认为应该要比照为 卫照文书来办理 因为这真的就是卫照文书啊 而且是卫照公文书耶 这还不是实文书耶 结果每一次这些大批的卫照文书 我们全部都把它放掉就算 只是把文件剔除 我觉得这个叫重放 你看过去各级选委会都是一样 只是把这些文件剔除当不算 不行了 这怎么可以不算 这应该要追究了 老实讲 中澳民国就是一直在获悉你 每一次这种东西 就是在那边 算了这么多人就算了 法不折重 不可以这样 其实这就是姑息 造成大家每一个人都在乱搞 每一次你看联署 全部都在乱搞 没有一次不乱搞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是一个法治社会 台湾应该要回归法治社会 那民意党这样挡 我真的觉得毫无道理 你们可以继续这样挡 我也想看看台湾民众 到底是不是支持 要以后有胡说八道 乱写一通联署书的自由 如果台湾民众真的支持 那我们就真的是生活在一个鬼岛 外面又想请教一下立文 如果说这个付个身份证的一样 影本就代表说呢 这个叫做剥夺民众的权力 就不能够罢免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政府总统的 怎么可以要收大家的身份证呢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合理的话 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民进党在争取的就是希望 他们可以遍地风火 到处去罢免的自由而已吗 民进党就是作贼心虚嘛 就是说不作弊不会选啊 所以罢免也是一样啊 不作弊罢免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对不对 那你几个人在那边吃饱了没事干 然后呢一天到晚就在那边联署 其实是摆明了 就是在正常的选举之后 他是不服输嘛 他就毒品很差嘛 人家愿赌服输嘛 对不对 全台湾大家一起选举 投入了人力物力 人民选出来了 你就是要服啊 他就是不服嘛 然后每天成天想着 就是要怎么兵的怎么重来啊 那怎么兵的怎么重来呢 大家总是希望选完了之后 就是要安居乐业推动政策嘛 他不是你一天到晚这样搞 你搞完罢免之后不就完了 那如果罢免成功还要再重选 那你等于是一个选举 每次要选三次耶 谁能够这样子 每天内耗 每天折腾 然后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不安 对立仇恨 正事通通都不用干了 那你想想看 你选上了以后 你面对罢免 难道你假装没看见吗 不会嘛 你必须要面对罢免嘛 所以你每天 你就做一个市长来讲好了 你施政上班的时间都不够用了 然后你还要分心分力 再去搞一次这个东西 搞得大家真的是日子都不要过了 那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有重大的理由跟民怨 那你怎么叫做重大的理由跟民怨呢 那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民 一个一个去联署受不了了 这个人必须要把他罢免嘛 那不然罢免就不需要门槛啊 为什么要门槛 那随便一个人都去就好啦 那如果大家通通都是可以乱抄的 不需要任何身份证件证明 死人也可以来联署 那每个人就抄抄抄抄 这就是玩假的嘛 那民进党摆明了就是要作弊嘛 民进党摆明了就是要作乱嘛 这不要说台湾找不到第五重队 这比第五重队还可恶啊 这比第五重队还可怕啊 它不就是从台湾的内部 搞得水火不容 搞得鸡犬不宁 搞得台湾每天公转内耗 不就是这一群人吗 所以要好好的审 一个一个的付上身份证 营印本怎么了 怕什么 怕什么 就经不起考验嘛 所以民进党就是 作贼心虚四个字而已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